今天要酷一點的 這次我們這個區域人物非常多 性格特點各有不同 根據他們每個人的職業 我們都去做了一些考察 其實這是作為我們每次拿到劇本之後 就是要首先考慮的東西 因為怎麼去抓住人物特點 這個很重要 李珍珍她是科學家 性格爽朗 其實她一開始長髮 導演希望她能夠先中性一點 所以我們把她的頭髮稍微剪短了一點 然後會顯得她比較幹練俐落一點 體現出現代知性女性的特點 方芷恒從事金融事業 一開場就很有神秘感 高貴冷艷的感覺 朱哲是一個酒店的管理人員 基本上都是黑西裝 男生是男生是男生 但是她回到家中又是一個非常溫柔 愛生活的一個女孩 她平時的變妝以馬卡龍的顏色為主 這樣能夠凸顯她更有親和力 你穿這件色很好看 謝謝 何敏洪是可愛型 她是走這種學院風 比較小清新 面料都是綿碼 以裙裝為主 突顯她這種可愛、清純 但是還比較精緻 余初輝是聰明、古靈精怪的一個女孩 家庭條件不太好 給她準備的衣服 基本上都是古著墊頭來的 我希望打造出一個有個性的一個女孩 我們這裡面的男演員都很帥 身材非常好 戴維是喜歡冒險、旅行 喜歡寫小說 但是她又是一個很隨性的人 李其行剛剛大學畢業 楊光大男孩的形象 我又叫我嗨 好啊 耶 跟方志恒在一起 是姐弟戀的CP感 走啊 慢慢認識 這次最大的挑戰就是 角色人物眾多 尤其前面的那一段時間 其實確實有點辛苦 同時我又要求我的團隊 做了詳細的順暢人物服裝表 對於同場人物放在一起的整體性 有一個非常直觀的感受 這些主要演員在同場出現時 配色是否舒服 運用這個色彩美學 能夠把畫面看上去搭配的能夠更好看 劇中的人物其實都是我們生活中真實存在的 因為每個人的生活環境 職業都不一樣 我還是希望觀眾能夠了解自己的氣質 選擇更適合自己的類型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個性 能夠穿出個性是最棒的 今天將會議會有很多的 在一起的態度上 我還是會有很多的 並且我還是會有很多的 別人在一起的 詳細的女性 我還是會有很多的 我還是會有很多的